好 现在全场呢 一共还剩下最后的五把 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了泰国选手 汤斯里 潘尼达 还有最后的两把试举 他的第二把只加了一公斤 要到了104 因为他抓取的也是80公斤 他的体重是47.59 所以先用这样一个成绩啊 是一个平均和总成绩的银牌 银牌 对 但现在已经获得银牌了 这一把起来之后 已经将总成绩的两个银牌 稳稳的收入手中 对 应该说目前是排在第一位 对 中国选手田远呢 依然没有出场 所以我们这话说的有点大 说的有点早 对 因为目前呢 泰国选手潘尼达呢 抓取80公斤 挺举104公斤 总成绩是184 那么是排在了第一位 对 那么帕尼达呢 应该说这位选手啊 也是呃 参加了10年的世界锦标赛 当时的停举也是104公斤 抓取但是少 是只有74公斤 总成绩是174 排在第九位 所以在11年的这个世界赛上呢 就获得了银牌 这话题确实很大 嗯 那去年的抓取确实不太理想 74 平均100 我们看到 帕尼达呢 把场上重量加到了107公斤 我想他加这个重量 依然不能撼动田园出场这个 这个时间 现在呢 田园预报的是113公斤开靶 呃 不过也许会降低 比如到110公斤 嗯 这有可能 那现在看到电子屏上 田园还没有动 这个重量 113这个重量还没动 对 所以我们应该说再厂一看 对 哎呦 你看准备要出场了吗 不会的 应该是准备 不太可能 应该是准备一下 嗯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 中国选手田园呢 以90公斤获得了抓取的冠军 并且呢 田园抓取和挺取两相相比 这要而言 他的挺取更在于优势 对 那么田园呢 今天也是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冠军 好 我们来看一下排名选手 卡普斯里 最后一把 这一把 107公斤 是他在过去 这么些年当中 这是一个在 国际大赛当中 他从来没有举起来过的重量 对 过去挺举的最好成绩 101公斤 今天107 哇 翻战非常轻松